美国歌手火星人布鲁诺 有着超强的歌唱实力推出的作品畅销全球 也屡获奖项肯定 他将于6月到韩国举行两场演唱会 门票在上个月公开预售后 很快就全数授庆 不料近日在各大网路平台 听出现大量贩卖黄牛票的贴文 其中一位黄牛表示 将出售正对舞台中间八连做门票 开价1.8亿韩元 而官方最高票价仅25万韩元 整整相差了90倍 黄牛夸张的加价 在文物上引起热议后 主办方随即宣布 将取消通过不正当交易 获取的演唱会门票 也强调就算持有当天的门票 但若被检测出 是透过不正当交易得到的话 也会被限制入场 主办方强力对抗黄牛的举动 或者往我们大赞 看了心里真的很痛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